各位朋友 你們好 昨晚整晚在研究黃建民唱的歌曲 聽了他很多首歌 重複又重複聽 看看會不會有個 講一講他的意見 希望他有進步 昨晚深夜 差不多兩點鐘 有一位朋友發了另一個影片出來 他放在Youtube 說周錦昇先生 周錦昇先生近期都很火爆 其實小弟覺得有些對 有些不是那麼好 他的表達方式不是那麼好 都很爆 簡直是用一種人生攻擊 公開人生攻擊 去批判某些人 某些歌手 其實小弟就覺得這種方式不是那麼好 所以特地開咪 希望為樂壇說些東西 因為他這次 零一的記者 我不是怪記者去因為賺食去問他各樣東西 去設局給他各樣東西 因為記者其實現在都很難賺食 我都知道 我都有時 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都有去做一些花灘記者 我都知道記者是要爆才行的 你不爆在現在這個年代很難賺食 尤其是在現在賺食的空間 真的很狹窄 我不是怪他 當然周錦昇先生也想爆 用這種方式 剛剛一困就變成了 好 今天就不要撤好這個話題 好像周錦昇先生一樣 不要撤那麼遠 我們先說重點 周錦昇先生這次這條片 基本上都說了整個現今的樂壇 是很不行的 給我一個觀眾的角度去看這條片 我覺得他會說 現今整個樂壇 就是鏡仔 Miller 中年好聲音 甚至乎之前的星夢 他都有少少拍攝 拍攝或是有說 現在我們現今的樂壇 的確只有這班人 你說有多少人呢 很多都是獨立歌手 沒有唱片公司肯簽 那些是否還是新力軍呢 就未必是 他現在踩實整個樂壇 周錦昇先生 首先我要強一強調 我不是批判你任何事情 因為你是前輩 所有大過我 我都叫前輩 無論你當不當我是後輩 我們聽音樂 其實我們很小就聽音樂 未到十歲我們已經很懂聽音樂 我們那時候 因為沒有東西玩 我們小時候 我們是小弟 又由Beatles 那些 樂隊 樂隊 開始聽 聽聽聽 接著就喜歡 日本的卡通 電影 外國的電影 全球 到今時今日 我全球的電影都看 甚至乎 譬如印度 有些菲律賓的劇 我都會看 那些東西 其實是沒有國界的 譬如非洲的 我也會看 這些東西是全球性的 所以音樂也是全球性的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樂 我記得我以前 我查一查一些話題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有一次我去拍《苗族》 《苗族》 《苗族》 裏面有一些類似 對唱山歌的東西 很有趣 為某個導演去拍 很搞笑 的確 我們由一個山頭 因為有鏡頭的對位 大家知道 真是山頭 那裡應該是隔一百米左右 即是很遠 你知道一百米在一個運動場有多遠 他們一喊在對面山頭喊過來的時候 整個環境 那個回蕩聲 是真的 他的聲音是聽到很清楚 那個回蕩聲 或者聽過山歌的朋友 都知道我說什麼 好了 那我不請了那麼多話題 音樂就是這樣 未必每個人喜歡聽山歌 或者有些人覺得他很老套 是不是 那 但是音樂到底 是不是你不喜歡聽的音樂 你看到他有缺點的音樂 就是不是音樂 小弟就認為不是 周先生 你踩上整個樂壇 我就覺得 我在這裡 有幾個點 我很想去分一分析一下 你不要當我和時佬 我也是喜歡音樂 我也想香港樂壇好 好了 第一件事就是說 首先你就說鏡粉 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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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IRROR 上台走光音 隨時是激進到要加個Q字 走光音 這些不是粗口 就是一個情緒表達 我覺得這些東西 他的確是有音樂 你又沒有說錯 但是問題出在哪裏呢 我就分析過 音樂不需要有政治化 因為我都看到有些深藍的朋友 尤其是香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將政治牽涉到音樂那裏 接著黃炎那裏 就說鍾聯酷聲音 甚至乎嚴明熙 不行 其實這個是政治伎倆 他們有什麼不行呢 他們當然不行 怎麼會不行呢 因為為什麼 他們很年輕 如果他們不行 很不行 他們一早就全部都飛升國際 全部都是電堂級歌手 有多少個是年輕 可以做到電堂級歌手呢 是不是 甚至乎很簡單一件事 之前英國有個小女兒 唱奧運 甚至乎她是練Opera 我是由她十歲的時候留意她 當然那時候她是差一點點 接著去到十二歲 她就成為了英國的台廚 唱Opera 很漂亮 尤其是她唱《十年蠻伏》 那時候 就是The Lover 很漂亮的聲音 但她一樣是有缺點 是的 你說音樂有沒有缺點 音樂其實是一種浸淫 所謂的浸淫 不是我們聽的浸淫聲音樂 是隨著增長不同的經驗值 會變化的 有幾個歌手是年輕的時候成為電堂級歌手 是的 那Miller走音是肯定的 那為什麼呢 我分析過 周先生麻煩你來心聽聽 其實Miller 現在平均是25歲 25歲 但Miller的誕生是什麼呢 就是她是模仿K-pop出來的 因為當時 說真的 在Mill TV裡面 有什麼可以生存到呢 年輕人 她就搞個類似Chill的比賽 這些其實現在無線都在搞 其實比賽是真的可以發掘到人才 不是一定說你招生就發掘到那個是人才 看見Miller的成員 其實很多都是後天培養 因為她不是先天學Opera 不是學真正的唱歌出身 他們有高有低 你見到她在錄音室出來的歌 編曲 監製 導演 之後你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她們都在做 用不同人的腔口 麻煩周先生 你回上去 有一條Miller的影片 裡面有個Key 她都運用了不同Miller人的Key 去配合一首歌出來 這個是她的做法 但是Miller 她本身的產生就是 真是模仿K-pop出來 我平心而論一件事 她的確有不足 我也看到 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有不足 怎麼會不知道呢 但是我看到她是不斷進化 你看她的MV 從我以前 你也回上去 我一兩年前說她的MV return 它的 但是到現在她的MV 的確是做了很多電子化的事情 因為K-pop就是這樣 現在的MV 的確是有些國際級的味 是的 但是我們 作為連長過她 我也大過她一倍 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的經驗 覺得她不好聽 就是不好聽 不能夠 不可以這樣 我們可不可以用我們的經驗去告訴她 你有這件事不足 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糾定她 這個是一個解決事件的方法 亦都令到別人尊重 對不對 那麼周先生 你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 譬如你很簡單 你直接走上去MV 找花姐 你說我主動去教她們怎樣唱歌 看看那個情況又如何 就是這樣 說真的 周先生 你都說你是顧家輝大師的徒弟 我就不希望你用一種激進的方法去公開去人生攻擊 就是另外一個人 就是你不喜歡的人 因為這件事是直接影響你師父 我都成為了有幾十個學生的師父 所以我一犯錯我自己都會向學生認錯 希望這件事我都帶給周先生 一個叫做 不要說榜樣 一個做法 這個其實做人有很多方法 不一定要那麼辛苦 不一定要那麼辛苦 不一定要跟別人吵架 如果你喜歡跟別人吵架 我沒得好說 但我個人是不喜歡跟別人吵架 我是不問世事的 希望都可以收斂一點點 好了 Miller 其實他的賣點是他的形象 K-POP真的是形象 你想想K-POP誕生的時候 其實他是模仿美國的Rock Red 是不是 這件事的確是這樣的 歷史是這樣的 我們不可以扭轉歷史 就說他突然間無緣無故生出來 還有K-POP是什麼 K-POP選拔 現在就有很多民間的新進 他之前誕生的 你見到他是熊得起的 那些 大部分都要不就是全國公開去選拔 要不就是在軍隊裡面找 高度當然是差不多 是吧 因為他是國家支持 大佬 他整個韓國是幾千萬人 我們香港表面只有700到800萬人 但是撇除了老弱相殘 流離 不是未必在香港工作 或者是生活的人 他都有香港身份證 是吧 其實統計一下 香港 都是只有幾十萬人 甚至一百萬人 真正為香港去工作 我們真正現在香港樂壇跌到谷底了 現在 但是每個地方它跌到谷底的時候 都總會反彈上去 到底反不反彈得以前那麼多呢 就是說 會不會去到 你口中所說的 恩尼那個界別 顧家輝大師那個界別 那個輝煌時期 可不可以去到那個時期呢 小弟認為有機會的 只要我們齊心合力 真的有機會的 去不去到那個程度 那個表現方法 就未必是用那個表現方法出來 因為整個世界正在走著 每個地方有個潮流在這裡 譬如很簡單 我們以前聽Beatles 聽諸如此類的電影 譬如很簡單的一件事 英雄片Ramble 1 This is the wrong road 這首歌 其實登曉很厲害 唱這首歌的感覺很厲害 那這些東西 會不會去到我們年代的輝煌呢 又未必是那個模式 其實 因為現在的潮流 如果再彈起來 可能真的發展到 就是那個歌唱 歌唱 踢 這 加這個 這個電音 這樣產生的混合物 來的 因為現在的潮流真是這樣的 編曲 也都是複雜過以前少少的 唱功 以前我們是 只唱功 跟著音樂 是排在後面 跟著 一路拉 一路拉 拉到 唱功跟音樂都差不多 並排中 很重要 接著到現在的電音年代 是不是 那其實 沒有對跟錯的 是不同年代的 其實音樂就是這麼好玩 就是跟我們本身的攝影一樣 這麼好玩 是 將不同的東西混合 就是好像周星馳懷摘 混合之後 就變成賴力流軟 是不是 沒有對跟錯的 是不是 所以 MULA 其實 你想想他 我們是要看到他好的面 因為他好的面 的確 說真的 他是模仿K-POP 你模仿全世界No.1的K-POP 很難的 大哥 很難的 我們可不可以 不要說政治 音樂就是音樂 沒有關於政治線 沒有分我們香港男和王 這些那麼幼稚的東西 音樂是全球化 什麼民族都有他的音樂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要標籤他呢 是的 他是賣形象的 是不是 他是賣形象出身的 他的形象 現在在香港上面的確是可以 至於你說 負面新聞就是 你知道余記都要找題目去生存 有時候會說他抄別人 那的確是抄別人 沒錯 但是我們香港在幾十萬人從事 就是鞏固在整個香港的經濟裡面 有多少個人是做影視行業呢 現在 是不是 我當你有十萬人 那十萬人 是不是足夠可以撐到 別人的國家又有這麼多 新創作的東西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放下少少大家的成見 可不可以放下大家的光環 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去討論這件事 那其實大家有著數的 因為有十個人一起討論這件事 其實十個人就學了其他人的好處 因為你給善意的意見 就全部都學了 是吧 正的 這件事才是成功的 那Miller那裡 我就講到這裡 然後下一部分 就說 周先生 你就說 中年好聲音 你都批判了一二的了 其實 中年好聲音 其實我就說 首先 你就說了他們是一個笑料 好 那這件事我就不太贊成 為什麼呢 你說對了 你說他們唱功等等 是不及你們的年代 的確是 但是你有沒有分析過 它後面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我們香港 沒有什麼人會主動去入 這個音樂的行業 為什麼呢 因為音樂在香港找不到東西 現在入行那些 我都有看街上 在街上唱歌 其實在街上唱歌 是極度有勇氣的 你試一下自己去街上唱歌 是吧 當然你是明星 你在街上唱歌當然有人聽你了 第一個普通人在街上唱歌 他開頭的時候都要鼓起勇氣 其實很值得尊重 那你見到街上唱歌那些 很多 他都是玩著玩著 當是一個娛樂去做 甚至乎當是一個 可能有家人支持的夢想去做 因為這個世界要做的事 已經好像去到盡頭來來去都很容易 那他們 是不是可以鞏固到香港樂壇呢 不是 因為不是個人有這個機會 那香港樂壇 是要靠什麼呢 就是要靠一些財團 例如TVB、MiuTV 去發掘一些人出來 是不是 那有哪個老闆 是肯自願給錢去發掘一些人呢 現在還 那周先生 你都說了 你都願意蝕去發掘 那其實你可不可以主動一點 在街上發掘一些人呢 就不要用一個看不起他的方法 就說 他唱不了了 他一輩子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只有每個人的極限 即那個能力的極限可以去到哪裏 有幾多個真是天王巨星 是吧 周先生我都有聽你的歌 那你可不可以 你都說你是一個國際級的巨星 是吧 我這件事我就不批判 亦都不批評 亦都不評論 要不然呢 就變成人生攻擊 就不是好事 那這件事是值得大家反思的事 好了 那中年好聲音裏面的人 你知道他們很有勇氣 因為他站得起台唱歌 每一個都是很有勇氣 很值得被人尊重的 因為你又嘗試想回 你第一次在台上唱歌 喂 腳都震了 是吧 是吧 當然 每個人都在家裡努力了很久 腦子又想了很久去重演 才能上台 上台又不是每個人都唱了一首歌 有很多時候脫筆 有很多時候忘記歌詞 有很多時候的形體動作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些是發台溫的 諸如此類的 喂 每個人都有他好和不好 只有他能不能進步度 我們可不可以用我們的經驗 譬如我們聽 好像小弟那樣 聽Hi-Fi的經驗 聽音樂的經驗 聽電影配樂 或者主題歌的經驗 可不可以這樣去講一個方法 給這類型的歌手 因為他們真的從卡拉OK 或者自己唱歌出身 他們不是幾歲就培養唱歌出身的 大哥 他們有這個程式其實很好 其實他們都很想再進步 那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專業 你又可不可以找曾先生 又或者是找李佳添 即是諸如此類 或者肥媽 Miracordale 可不可以 又或者你直接 現在很方便 直接PM 譬如很簡單 古卓文 譚輝智 黃建文 諸如此類 米高 那你可不可以 主動去PM他呢 是的 那你說你是周先生 我現在有些事情想跟你說 應該可以這樣這樣 甚至乎你過來跟他學 音樂 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呢 因為你都說你不介意去蝕 那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時間 去真正去培養一班人出來呢 在年輕 即TVB那邊 在年輕一班 說真的 我都看到有幾個人是有前室的 是不是 我聽眾的角度都看到 更何況你是最專業的人 是不是 那其實可不可以用一個 溫和一點的方法 就像你的師傅 顧家輝大師一樣 去什麼呢 去教導他們呢 是的 那才會被人尊重一點 是的 好了 中年好聲音那裡 其實每一個人都很努力 說真的 每一個努力的人 我們都值得尊重他的 因為我們香港樂壇 真的沒有什麼人 TV 有腦有亂 那班 你都很清楚 那班 甚至乎以前 譬如上了少年多的劉威王 之類之類 其實他們都很努力的 我們應該會尊重他 因為整個樂壇 不是周先生是一個人的 是全部人 是全部人 還有一個歷史性 就是由以前 語語長片的年代 譬如任法的年代 一直引伸到我們 現在生存的空間的年代 其實整個樂壇是不斷變化的 我們是可以把不同年代的音樂 混在一起的 是不是 還有不同年代 它需要的東西都不同的 是的 那我們不可以用我們年紀大的 那個赤 去批判別人的 因為我們是屬於我們的年代 現在的年代是屬於現在的年代 現在的年輕人的年代 你可以想回 你不要說什麼 你十五歲的時候 或者你十歲的時候 開始喜歡音樂 你去學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找回你的初心 你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你那時候是怎樣去喜歡音樂 你可不可以開一個頻道 去分享這些東西 而不是用批判形式的東西 那他們這麼努力 譬如 你說這班人他們這麼努力 我們真的要很努力去支持他們 才有香港的樂壇繼續生存下去 你都懂得說你是樂壇的一份子 那樂壇的一份子 你就去努力去鞏固樂壇 因為他們都是樂壇的一份子 我們不可以抹殺每一個喜歡音樂的人 因為我們不可以用一個商業的角度去批判全世界 更加不可以用一個年齡的角度去批判全世界 但是因為你有你的生活 人家有人家的忙碌 其實有很多東西溫和一點 大家就可以聊天 大家就可以進步了 是的 我們香港樂壇跌到落底了 現在隨時可以上得回去 這個是我看到的東西 所以千萬我們香港不可以看少我們自己 因為如果我們都看少我們自己 人家怎麼會看得起我們 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們是不行的 一早就在世界上消失了 為什麼香港還存在呢 所以香港我們可不可以借這個機會 借樂壇這個評論 我們可不可以放下我們的成見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整天都說 政治牽涉到自己的生活裏面呢 不是那麼好的這些東西 因為藝術是牽涉到做人 就是做人才是重點 跟著你做人做得到的 你的藝術成就才是厲害的 跟著你就會去到一個很孤僻的情況 因為當你去到一個很高峰的時候 當然了 周先生你也是 你去到很高峰 所以你就很孤獨了 因為你覺得很多人都未去到你的level 那就出事了 你會覺得下面那些就很不行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是要改良的 我們大了年紀的人 我們不應該用我們的尺去衡量這個世界 好 跟著 跟著這個項目 我就講一講 周先生你在裡面 就講到那些製作人 很不行 你說到那些製作人 就是說 你不懂唱歌 就不應該去做評審 一定要找你 又是歌手 又是製作人 才去做評審 那這種東西 你又說對了 但是有些東西 就不太適合 為什麼呢 小弟 是一個觀眾角色去講 現在這條片 其實高手進民間 在我們聽音樂裡面 跟你們做音樂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我們聽音樂是全球去聽 所以我們每一個聽音樂的人 都有自己喜好的音樂 甚至乎有自己獨當一面 就是很想一聽 就叮起我們 就是覺得它 好像天賴之音 這個就是聽眾的感覺 跟你做音樂很不同 你做音樂可以用一個Teleco 去批判它 好了 Teleco 就還Teleco 監製 導演 就還監製導演 監製導演 那些全部都是 即音樂製作人 全部都是想得到一個 叫Feel 相信阿周生你都很清楚 這個跟Teleco 是有些關係的 但不是全部關係 因為Feel是什麼呢 不是讀得多書 不是你有多高的音樂奏藝 就有的 這個Feel 但是很多都 在我們聽音樂界別裡面 很多 即都是 我們認為 都是一些叫穩食看口 他未做到真正的殿堂級 相信阿周生你都很清楚 那 好了 一個監製 一個導演 只要他得到那個Feel的時候 他未必設定做音樂 好像小弟一樣 我都是很屁毛 做音樂 都是學了三年左右 去做音樂 那 我去學 我是想了解 怎樣才為之是做音樂 我不是去做音樂 因為為什麼呢 做音樂是阿周生你們做的 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你們的境界 但是我們是很想 取出一個自己的Feel 所以想學音樂是什麼 怎樣做 就是想加深了解 好了 一個音樂的監製 即是你說那幫監製 即是不懂唱歌 那些事情 就不應該去講音樂 其實這件事 不是太正確 為什麼呢 音樂本身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Feel 另外一件事先 另外一件事就是Technical Technical的事情 你可以有計算去批判它 或者批評它 但是Feel是沒有的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每個人都不同 譬如街市買菜的阿嬸 他無緣無故聽一首生歌 那你又不喜歡聽的 你說過街市的阿嬸就不行嗎 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做出來的音樂 都是給全世界的人聽 那你有沒有考量過這件事呢 即是自己 自己認為的Styling 就是世界的全部 不是這樣 即是你認為他 歌唱技術 是差一點 即是你可以去教他 但是Feel 就很難教 只有分享 即是譬如我喜歡聽這首歌 這個人喜歡聽這首歌 他就講 即是我就講這首歌 怎樣好聽 這個人就講這首歌怎樣好聽 那大家一起去交流 這個叫大家一起去討論 一起去聊天 一起去分享 這些才是溫和的 即是對待音樂的正確的做法 是的 所以就說 即是那些評審 說真的 他get到那個feel就可以了 至於你說 他們的級數未必能夠上來 那我也都不去評論了 這些是technical的東西了 至於那個feel 是沒有人可以批判到的 甚至你是電堂級 都不可能批判到的 我舉個例子 Michael Jackson 剛剛 入行的時候 他很慘 沒有人要他的 你都很清楚了 甚至乎很多音樂界的朋友都知道 沒有人要他 因為他是黑人 一個黑人 跳舞 因為Michael Jackson很喜歡跳舞 他小時候已經很喜歡音樂 但他出道的時候 你看看 很慘 沒有人要他 因為他是黑人 在美國是黑白歧視 你都知道 白人歧視黑人都很慘 當年 在這裡 錄到剛才那裡 有限制 因為我現在是用相機錄 他就折一折停了 因為原來半個小時 不好意思 那麼多話 我都要繼續說下去 Michael Jackson 他當時出道這麼慘的時候 你看看 他的聲音這麼尖 然後他慢慢進步 一路進步 成為世界第一次 跳舞加唱的 就是 電堂級的人物 你會不會說他不行呢 即是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做的 周先生 這件事我講到這裡 那 真的這條片都過場了 是的 大家觀眾怕煩炎 我講完最後一件事 周先生 這件事不是人生攻擊 不是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周先生的眼裡 可能有些少少 我和我媽媽 和我的老媽 在前年的情況差不多 她的眼露了一點空光出來 這件事我純粹出自關心 周先生 麻煩 可能有些刺激身體的東西 就不要吃那麼多 或者諸如此類 因為這些情況 我媽媽當時出現的時候 腦子就好像有腦退化 那樣的情況 我也希望周先生 你不是這樣 盡快去檢查一下 因為這些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腦退化這件事 其實現在二十多歲都出現了 是的 我是純粹關心 因為你還有一些 中國樂曲的演奏會 你都很想做到它 是殿堂級的演奏會 我都希望你做得到 亦都成功 希望你是大賣 以上的東西其實不是批判 亦都出自一個我對樂壇的描繪 好了 這條片真的太長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講的東西 不要介意我講話是慢一點 因為我很怕在公眾的片裏 講錯話 因為我始終都不是一個前線的人員 是的 我們下一條片見 周先生 希望你生意興隆 聽眾們 希望大家都溫和一點 不要大家弄得那麼激 有時激的時候 都會刺激一點 網絡的市場 刺激一點 都是找到食 不過你過激 就走向偏激 希望大家喜歡音樂 亦都放下自己的光環 就真的享受音樂 希望大家享受音樂 大家健健康康 各位都愉愉快快 這條片就在這裏 多謝大家的欣賞 多謝大家follow thank you 下條片見 拜拜